二次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 当时美国跟苏俄不断的军备竞赛 而且全世界布满了盒子弹头 这样的历史会重演吗 我们先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再度语出惊人 他呼吁美国应该大幅扩张自身的核武军事能力 此话一出 不免引起主张不扩散核武阵营的人士一片哗然 认为美国扩增武力将会造成全球紧张 这次川普还是没有例外 在推特发表政策言论 他在这一则推文中提到 美国必须大力强化并扩张自身的核武实力 直到全球清楚了解 直到全世界对核武能够恢复理智为止 但是并未进一步说明细节 无独有偶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莫斯科 一年一度的国防部高层会议上也表示 必须加强战略性核武力量 时间不过就在川普发送推文之前几个小时 两人的发言是巧合还是默契 这一点让人有了想象的空间 不过随后川普阵营解释 川普非常了解防核武扩散的重要性 所以他是在强调 美国必须增强并维持现代化的核武实力 外界无需解读为 这是一项新政策的发布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5000个核弹头 大多数都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 自从冷战结束后 两国不再继续进行军备竞赛 都承诺要减少武器数量 更在2011年签署了一项双边的 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还记得前段时间川普他说 以后尽量少在推特上面发言 不过他真的是hold不住 三天两头还是在推特上面继续讲话 这回在推特上面讲什么呢 美国必须要大幅来强化 扩充核子能力 直到世界对于核武 恢复理智为止 来陈老师你怎么看 川普要说等到大家都恢复理智 你对于这话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无敌放式 第一个恐怖分子可能持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 有这个恐怖分子存在 就美国就要恢复核武 欧巴马上台的时候 他说要让核子冬天成为过去 成为历史 结果没多久他也恢复了核武 他有一个新的核武态势报告出来 又是要维持他的核武能力 那么川普呢 他现在说美国当然要 这个更积极了 根本就从来没有说要排除核子冬天 我刚刚提出来是因为很多人会比较讽刺的看这个事情 是因为大家认为川普自己比较不理智 不这个常常 你不理智的人常常会在别人眼中 在看到别人都觉得他们不理智 你看金正恩看别人是别人都不理智 别人都要找我们北韩麻烦 所以我必须要有所作为 我了解了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喝酒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醉了 可是我都认为是别人喝醉 自己醉不醉呢 那看酒不醉的人人自醉 是看你自己有没有感觉醉 那么川普也认为你们都还不够成熟 不够理性 因为金正恩你说他不理性吗 不理性他会活到现在吗 北韩会存活到今天吗 不可能他当然非常理性 还有他在自己的理性里头 川普也有他的理性的一个思维模式 而且他的惯性的模式就是 先push push 叫价很高 然后你坐下来谈嘛 先冲到顶点 然后争取落悬跟谈刊空间 我取法升得中国尊子兵法 或者是中国的那种文字之妙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你不可能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了 所以说一定是先叫价很高 然后呢看你坐下来谈 所以为什么那个中国大陆的杨洁篪就封城仆仆的跑到纽约川普大楼 然后跟川普的朋友这些人见面 国安顾问 未来的国安顾问 这个见面之后就晓得你要谈什么议题吗 我会决定哪些议题可以浪 哪些议题可以多浪一点 哪些议题可以少浪一点 总是要浪 所以生意人如果真的当家的话 他有很多生意谈判的手法 所以最近我看我们国内的选者都说 希望川普经济政策也能够歪打正着 歪打是歪打 可能但是正着就可以了 不过我问一下风格从历史角度来讲 因为冷战的事情 是因为美国跟苏维尔他们是敌对状态 所以会有军事竞备 川普跟普丁两个是看蛮对眼的 还说要一起来发展核武 因为这个华盛顿时报的标题是说 川普跟普丁都同意 让我们来复活核武竞赛吧 现在他们两个是看起来像兄弟一样 还要发核武 莫非案情不单纯 他们有共同敌人之类的吗 其实美国做这样的动作 他也不能怪其他的国家 也不能怪金正恩的北韩 也不能怪俄罗斯的普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川普 其实在川普之前 美国就已经犯了规了 美国就已经犯了规 那如果川普现在这样做的话 更严重犯规 犯了什么规呢 在1980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 就是核不扩散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就是说 七八个核子俱乐部的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中国大陆 这几个核子俱乐部的国家 大家共同签署了一个条约 就是核不扩散 就是说自己的技术原料 不会输出给不是核子俱乐部的国家 这个就是核不扩散 可是北韩退出 所以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搞核子武器 那美国呢 其实早在欧巴马的时代 就已经开始恢复核子武器 那换句话说 他的核不扩散条约 第一个如果说他要这样搞的话 那他同时呢他要坐令 甚至于要暗示日本他也要发展核武的话 那就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战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跟默契 就是亚尔达会议的一个默契 亚尔达会议默契其中一个 比如说日本 日本这个国家 他必须永远不得使他重新武装化 可是呢 现在美国呢 处心积虑希望日本在亚洲地区 扮演一个非常强势的 地缘政治的一个角色 就让他所谓的恢复军国主义 那恢复军国主义 这为严重违反国际秩序 严重违反二战之后的 亚尔达会议的这个默契 那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会整个世界会大乱 就是说会造成世界的一个混乱 甚至于走向战争边缘 会这样子吗 我们来问他这名医院来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核弹头的分布 其实美俄还是最多的 因为他们掌握都七千多枚的核弹头 那另外在法国跟英国也超出了两百多枚 中国还算客戚一百八到两百三 就分布来讲美俄 还有这个法国英国居多 那我问一下金明就 你觉得因为川普这一句话 全球又进入这样的核弹头竞争的可能性高吗 还是只是川普就是要多点筹码 川普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核威责 就是具有这个威责能力 其实刚刚这个陈教授讲的 除了警告那种恐怖分子 不要蠢蠢欲动之外 本身似乎他想要做一个 从欧巴马政府时代 在2010年跟这个俄罗斯 当时是梅德维杰夫当这个俄罗斯的总统 他现在是总理 当时他们两个人签署了美俄之间的这个 START的这个战略核武的这个 这个裁测的这个条例 那我是觉得川普是有意要让这个 当时欧巴马签的东西 欧归川不随 就是想要踩一个煞车 不见得马上就要这个宣布说 美国要加速了这个核武的这个军备竞争 因为 接下来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他要让这些核武现代化 因为美军跟俄罗斯在前苏联对抗 一直到现在 他们有一个战略的核威责的这个战略核三角 那核三角是海陆空威责敌人 避免全面被毁灭化的一个情况的这个 包括潜舰能够发射弹道飞弹的 就像他们的这个核攻击潜力 还有包括这个陆基飞弹发射系统 从我们看很多电影 魔鬼终结者不是毁灭的时候 一堆飞弹发射出来 再来就是这个长城轰炸机 美军在明年还打算赤字20亿多元美金 要开发新型能够躲避雷达侦测 有点隐形长城轰炸机 可以载这个核弹头的这个长城轰炸机 类似这种海陆空三种这种核三角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被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问到他 他还回答不太出来 显然他对这个核武的战略核三角 跟核武的本质和整个数量和这些状况 他的了解不够深入 所以他讲这句话 我觉得能够解读的就是 因为1月20号他就要当美国总统了 能够解读他想要把这个战略核 这个在他上任之后 先不要那么快 继续把前任欧巴马和这个 之前俄罗斯的达成的协议 一直朝向销毁 继续减少美军的这个核弹头 因为从91年到现在以来 美国跟前苏联以及俄罗斯 及其盟邦 已经削减 裁剪以及这个拆解跟毁 这个销毁了大概7500枚核弹头了 美国会觉得 那其他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在 有我销毁的多吗 所以现在你这个把 全球核弹头分布来看的话 美国他大概还少了 俄罗斯300到600枚的核弹头 你必须维持一个恐怖平衡 俄罗斯在这个川普讲的这句话之后 你知道吗 他也蛮妙的 普丁那时候记者就问到他 川普讲这句话 因为就像你刚刚问的 跟我们来宾在讨论的时候 两个不是很对眼吗 所以当时俄罗斯美女就问普丁说 川普说这个会加速扩张核武的恢复 你是不是会跟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普丁蛮妙的 他先讲了一句话 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啊 先帮他的好朋友川普讲一下 这没有什么不正常 大家不要太歇斯底底 觉得核武要开始恢复 第二句话他就说 如果要进行新一波的全球核武军备竞赛的话 那不会是我们 我们无力负担 也不想把大多数的资源 投入在这个核武军备竞赛上 普丁看起来算是川普所谓的理智型 但是不知道他讲一讲 这句话是算是烟幕大 还是帮他的朋友做一个护航 但是这句话我反而是 普丁跟川普的讲话反应 我要看看中国大陆是怎么去解读的 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也曾经讲过说 鼓励日本韩国 包括沙特阿拉伯 这些美国靠美国核保护伞 威责的这个能力保护之下的盟邦 自己自身去发展他们的核武 强化他们的这个保护能力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 韩国包括北韩 日本 沙特阿拉伯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错误的解读 而中国大陆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按部就班 在发展他的核武的能力 以及核反制的 因为他看到冷战的时期的这个对抗 以前苏联的瓦解 后来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在军事决起的过程中 我相信中国大陆 也不至于会把所有资源投入这样的 当年这个前苏联 被这个财政拖垮的情况一样 他会先掌握经济能力 再来是不是扩张自己的核武的 这个的反制能力量力而为 我刚刚静明提到这篇 我就要提出来特别问一下老师 我刚刚就想问 如果二国奖说 如果要军备竞赛核武的部分 不会是我当主角的话 谁会是主角 因为现在普丁跟川普两个人都说 这个方向没有什么好 有点隐蛇出洞 对啊隐蛇是谁会上钩呢 会不会是中国呢 我问老师因为 中国媒体 我先想给大家观众听 中国媒体在川普讲这段话之后呢 就表示说中国核武 该发展 该 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要做到当美国对中国展示 强势军事姿态的时候 有所严重的顾忌 让美国的会 就等于截难一下 你就说你要发展到 让美国会怕 让你嚇阻了 刚刚静明也讲到 当年的太空竞赛 美国出这一招之后 把俄国的财政给拖垮 那中国会不会这次也中了技咒 那你们都要竞赛未来一下 结果后来中国的经济下去 这个川普显然 经过了几个月的 一两个月的训练 显然各方面的知识 都渐渐俱备 这个对可武开始掌握了 而且他的对象不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虽然 号称有那么多飞弹 但很多没办法更新 没办法延寿 延寿要花钱的 这个要花大钱的 所以俄罗斯配合没关系 川普要的就是 你俄罗斯答应我 将来150名以上的 通通给我上桌子来谈 这就把中共拉进来 好像是舒华 对啊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 川普这个人 你必须要think of a thinkable 所以这个 过去没想到的要想到 也等于是美国在联俄 制中的一环 有一部分 但是不是说要把中共毁灭掉 就是你跟我上桌谈判 谈判就是中共非上桌不可 到时候俄罗斯同意了 以前俄罗斯不在乎 或者不注意 不愿意只有这个事 现在可能愿意了 这过去没想到的 川普现在想到了 那俄罗斯也愿意配合 就做达成了嘛 当然美国要对俄罗斯 是释出一些利益 派国务卿释出利益好了 帮川普打开石油通路 更多通路就解决了嘛 所以还是用军事的策略 用别的东西来交换 用军事的策略最重的目的 川普的核心 要把中国拉上来 贸易 甚至印度 巴黎产都能够拉上来 所以大家最后还到最后 谈判座的时候 他要贸易的利益 谈判座才有好处 各种好处都有 你中国大陆要乱步 你给你限制的 永远不能够发展到多少美以上 那么中国大陆说 我现在很少 才一两百美 那怎么够看呢 但美国是不管你 你有了就要给我上桌 以前奥巴马做不到的 川普可能想做到 是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说到发展核武 当年台湾也有份 我们回来忙聊